远方的家一带一路设置组继续在奥地利的星城 这一战我们莫名来到维也纳著名的美全宫动物园 它被称为世界上最古老的动物园 一对来自中国的熊猫在这里连续生下了五个宝宝 创下了欧洲熊猫圈养自然生产的记录 成为了轰动意识的新闻 设置组来到这里 美全宫动物园的研究员亨德尔先生接待了我们 美全宫动物园有多少时间的历史了 我们在1752年 大概是265年 我们在1752年 可以这么讲 首先美全宫动物园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我们园 大概有二百六十多年历史 据亨德尔介绍 美群工动物园 由哈布斯堡王朝 于1752年建造完成 最初是皇家动物展览馆 当时的占地面积 只有5.5公顷 后来逐步扩建到 现在的17公顷 那目前有多少种动物呢 有多少种动物呢 我们有8700种动物 亨德尔说 在现有700多种动物当中 有不少是濒临灭绝的珍稀动物 园中的大熊猫馆 雨林馆 北极馆 水族馆等都是参观的热点 每年有超过200万游客 来到这里 那美群工动物园 同世界上其他的动物园 相比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 因为我们已经这么长了 我们也有建议 从古典的古典 没有其他人在世界上 这就是我们的特点 还有巴维隆 每群工动物园 不仅是世界上现存最古老的动物园 也是仅存的巴洛克什动物园 亨德尔说 这要感谢他的前辈们 在19世纪末的改建扩建过程中 并没有把12栋老的管设进行拆除 而是原封未动地保留下来 现在这成为了美群工动物园 独一无二的特色 那您在这边工作多长时间了 作为美群工动物园的历史研究员 亨德尔的研究领域是 关于美群工与美群工动物园之间的历史 他对这个工作非常着迷 那你几十年一直在进行这样的历史研究 那你如何看待自己这样一份工作呢 我非常愉快 因为我们可以做什么 基本上是一个公司的历史 我们虽然是一个公司的历史 虽然我们是一个公司的历史 我们是一个公司的历史 这公司的历史是一个公司的历史 但是它是一个公司的历史 而是一个公司的历史 而是非常重要 亨德尔说 来自中国的大熊猫 一直是动物园里最耀眼的明星 吸引了大量流客 也是当地媒体争相报道的对象 我们来到大熊猫馆 见到了这里的负责人登格尔博士 你好 那后面这就是我们整个熊猫的园区了什么 没错 也就是说是我们的熊猫馆 现在后面就有大熊猫 这个是哪只熊猫 登格尔博士说 当时是2003年 一对大熊猫 龙灰 羊羊 以租借的形式 从中国四川卧龙自然保护区 来到美群工动物园 在旅居维也纳的13年时间里 龙灰和羊羊连续生下五个宝宝 那当初什么样的情况 让这两只熊猫来到了维也纳呢 这两只熊猫来到了维也纳呢 这两只熊猫是很长的情况 登格尔博士说 当初为了庆祝美群工动物园 成立250周年 奥迪利方面 非常希望从中国租借一对大熊猫 中国政府同意租借奥迪利一对大熊猫 进行共同研究 2002年9月 当朱荣基总理 在访问奥迪利宣布这一决定时 美群工动物园的管理人员 都非常激动 我们知道这个奥迪利这边的环境 可能跟中国四川 熊猫生活的环境 有一些不同 那你们是怎么克服 这样的一个问题的呢 一种问题是我们确实 是冬天的冬天很暖 和涼快 在新冬天的冬天 最多的冬天很高 而且温度也低 我们试着这个地方 在家里有空气 在冬天可以冷却 在外面有一个冷却 让它很坏 从2007年开始 龙徽和羊羊 先后产下了三头雄性熊猫幼崽 分别取名为 福龙 福虎 福豹 根据奥地利与中国签署的租借协议 在他们满两岁时 已被送回了中国老家 不幸的是 2016年12月9日 雄性大熊猫龙徽 因腹部肿瘤 在一次紧急抢救中不幸死亡 美群宫动员称 这是黑色的一天 这些年轻人 都在世界上 出现了自然的路 羊羊和羊羊 是一个非常坏的互动 互动互动互动 互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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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年轻人都没有 这样的返营技术 是像中国学习的吗 还是进行一些研究 动物园没有进行任何人工干预 龙徽和羊羊 创纪录地称为欧洲唯一一对 自然繁育多个后代的大熊猫夫妇 2016年8月7日 龙徽和羊羊的第四和第五个孩子出生了 他们是一对龙凤胎 取名为福板和福凤 那您还记得当互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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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互 登格尔博士带我们参观了杨阳生第二胎使所用的产房 登格尔博士说 在繁育大熊猫的过程中 它们与中国的同行时刻保持着联系 遇到任何问题 它们都可以得到技术上的支持 我们来到了大熊猫的饲料仓库 饲养员正在为大熊猫准备晚餐 那这个竹子是在本地种的吗 还是从中国运过来的 大熊猫的大熊猫是从北美国 据饲养员讲 一只长年大熊猫每天要进食五次 大约要吃掉30公斤的新鲜竹子 而且要根据季节来调配竹叶和竹感的比例 那在熊猫很小的时候也是为竹子们 还是会调配一些其他的食物来喂给他们吃 存储竹子的仓库要保持一定的湿度 温度则要控制在摄氏六到八度之间 这样竹子才不会干燥 在存储之前 每根竹子都要清洗干净 那刚刚我们往这边走的时候 不是说我们不可以进到这个存储竹子的这个屋子里 这是为什么呢 据雷纳达介绍 大熊猫馆共有八名饲养员 它在这里工作已经超过十年 作为饲养员 必须要经过相关的专业培训和考试才能上岗 那对于饲养员来说 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自治和标准才能够来饲养熊猫呢 除了在食物上保证大熊猫的自然喜好 美群公动员在大熊猫馆内 还模拟建造了符合大熊猫生活的自然生态环境 一打开这个门 你看这个贴得还像竹子一样 进来之后先是一幅画 画的是中国的长城 紧接着就能看到里面是熊猫 龙黑和杨杨他们的一个居所 而且发现有一个细节就是 这边有一排椅子 是用这个竹子做成的 这里为大家准备了这样的一个休息的地方 能够跟大熊猫好好有个近距的接触 尽管处于旅游淡季 但是大熊猫馆里的游人依然落一步觉 我们遇到里群来自斯洛文亚的孩子 这些孩子们是利用寒假时间来维也纳旅游的 在游客当中有一些是这里的常客 他们都是维也纳本地的居民 马迪亚今年37岁 是一家能源公司的销售经理 他今天刚好休假 带着孩子来动物园游玩 大熊猫馆是他们每次避来的地方 非常可爱的孩子 那您了解熊猫的来历吗 知道它是来自于中国的吗 我相信这是一个共同地的小狗 我觉得是一个第二个小狗 马迪亚说 他第一次看到大熊猫是在中国的北京 以前他的弟弟曾在北京工作 他两次前往谈亲 北京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感觉那边怎么样 我觉得是非常有趣 我可以想到那里去 因为有很多不同的 有趣的东西 以后打算带孩子去中国玩吗 我现在还不知道 我的妻子已经成为第二个小狗 现在已经成为了一年 在未来一天 可能在未来还会 设置组即将告别美群公动员 登克尔博士告诉我们 目前仍未有第二家欧洲动员 能通过自然的方式 来实现大熊猫的生育繁衍 美群公动员之所以能够创造记录 不仅因为这里的工作人员 为此清除了心血 与中国同行的通理合作 也是成功的关键 一带一路为澳洲两部的合作 带来新的机遇 一带一路合作 也是双方政治会谈交流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 访澳中友好职会 感受奥地利人的中国情缘 远方的家大型系列特别节目 《一带一路》第340集 澳中友谊 远远流长 正在播出 坍太可掘的大熊猫 为美群公动员的游客 带来了欢乐 也深深感染了我们 近年来 奥地利与中国之间 在经贸与文化等各个领域交流频繁 离开美群公动员 我们前往位于威也纳市中心 第三区的中国驻奥地利大使馆 就一带一路实施以来 中澳两国的合作现状与前景 采访了李小四大使 李大使您好 非常感谢能够接受我们的采访 那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以来 奥地利政府和人民 对于一带一路倡议有怎样的反向呢 奥地利各界 特别是经济企业界 现在有点摩权差张 性质非常的高涨 那么他们有一个总体的认为 就是一带一路 迄今已经取得了非常丰硕的成果 它的机遇是巨大的 但是他们同时也认为 奥地利在最近一两年 跟其他国家相比较 他们有所落后 所以他们认为应该 急起直追 抓住一带一路 不断向前推进的机遇 抓住中国落实19大 发展目标所产生的机遇 一带一路倡议特别强调经贸合作 那中澳两国之间 在经贸合作方面取得了哪些成绩呢 一到八月 已经经贸额达到55亿美元 增长8.6% 奥地利在中国的企业 有将近900家 投资达到了20亿美元 这是中方统计 那么中国企业近些年 到奥地利来的越来越多 在目前大约有40个中资企业 有大约5亿美元的投资 从现在看 中国企业到奥地利投资的势头 还在进一步的上升 一带一路 不仅仅是经贸领域的合作 中国和奥地利在科技创新 人才培养的方面 都进行了密切的交流 李大使说 中澳两国同为文化大国 双方之间的艺术交流活动频繁 在民心相通方面 中澳两国也保持着良好的互动 2017年9月 中国与奥地利在全球首次成功举行了 洲际量子保密通信视频会议 那您怎样评价 中澳之间在量子领域的合作成就呢 对于中澳之间科技领域方面的 合作前景如何评价呢 中澳两国科学院院长 举行了量子通信视频会议 这个是中澳之间的首次 更是世界量子通信的首次 所以在世界上 在中澳两国都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中国量子通信领域的科学家 潘建伟就曾经在奥地利科学院 进行学习工作 那么这也是中澳两国科学家 一起合作的一个接口 双方一直都在科技创新 人才培养等等方面 都进行了密切的合作 目前我们国家 在维也纳科学技术研究院 还有十多名 将近二十名中国青年的博士 博士后以及学生 在那里进行学习研究 那么我觉得奥地利 在科技创新 在技术转换等方面 它还是有它很多的强项 有很多的优势 我想中澳之间 在科技或者合作方面 还是有着很广泛的前景 中澳两国之间 如何加强在人文交流领域的合作呢 在民心相通方面 我们怎样做 才能做得更好呢 奥地利有着悠久的历史 非常灿烂的文化 尤其是它的音乐艺术 都是世界著名 出了很多的音乐家 那么这三十年来 中国中央电视台 每年的元旦 都进行维也纳新年音乐会的直播 那么今年维也纳交响乐团 维也纳爱乐乐团 都分别到中国进行了巡演 中国也有很多的各种文化演出的团组 到奥地利来进行演出 介绍中国的传统的音乐 也包括欧洲的音乐 这样对双方民众的相互了解 相互的理解 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李大使说 自1971年 中澳两国建交以来 双边关系在各个领域 始终保持良好 这当中 澳中友好协会 作为一个民间组织 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离开大使馆 我们驱车集网澳中友好协会 它是欧洲最早的 对华民间友好组织之一 四十多年来 为推动中澳两国的交流与合作 做了大量工作 在中国和奥地利之间 搭建起了一座有益的桥梁 澳中友协就位于 维也纳老城的一条老街上 跟随澳中友协的副主席 卡明斯基 我们来到了老街 这条大街有非常长的历史 这是老罗马帝国的一个大街 有两千年的历史 那个建筑也很丰富 积极房租一百七十年 这是老农民家 出葡萄旧的一个农民的家 他最老的四百年 所以是因为这条街道的历史比较悠久 所以我们看到的建筑风格也是各个年代的都会有 听卡明斯基介绍 老街上这些建筑都有着百年以上的历史 其中历史最久的长达四百多年 以前过马车的道路 如今过汽车显得有点窄 因为维也纳的人口密度不大 所以并不显得拥堵 卡明斯基说 奥地利政府对古建筑的保护力度很大 会定期进行维护和修复 那这么多年能坚持保护这些老房子的话 政府会给这些房主怎么样的一些帮助呢 他们给房主跟中国差不多非常成为的老 房子三房之一 那个房东自己付 三房之一 那个城市付 三房之一联盟政府付 所以大概有一大半的钱 都是政府来进行维护贴的 卡明斯基告诉我们 奥地利对古建筑的修复都尽可能地保持原貌 而且周边的新建筑在风格上要与之相近 这样可以形成一个整体的城市风貌 继续前行不到十分钟 我们跟随卡明斯基来到了奥中友好协会 这是一栋有着一百多年历史的楼房 一走进房间 桌子上摆放着的一些中国工艺品吸引了我们的注意 我跟我的爱人一起 我们上个礼拜五 有一堆奥地利航空的 他们的航空小姐来的 他们在那个去北京的航班 所以他们希望了解中国 所以我跟他们介绍了中国的最重要的节日 卡明斯基说 澳中有些 每年都会组织大概两次这种活动 通过参加活动 参与者可以对中国的历史 风俗 礼仪和饮食有一些基本的了解 做月饼的方法 这是做月饼的模式 这是从中国拿来的吗 对 东西都是从中国拿来的 或者那个短屋 这是那个原来的样子的龙船 春节的时候 这样的小泥人 那他们对于这个中国文化 通过这种这样的模具 然后来给他们展现中国的节日 他们刚是表现出的是什么样的状态 他们很感兴趣的 因为他们经常去中国 所以路上或者在旅馆里面 有什么活动 他们了解 所以他们比较感兴趣的 对 卡明斯基介绍 澳中友好协会是一个民间组织 创立于1971年 当时中澳两国刚建交不久 澳中友协致力于推动 中澳两国间的经贸 文化和民间友好往来 澳中友好协会大概有200多平方米 分上下两层 现有四名专职工作人员 在二楼 我们见到了澳中友协的副秘书长海西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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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高兴是你 哇 你看也非常的流利 不是 还长得很远 那您学习中文有多长时间了 我学了好几年 我原来在中国留学 那您在这边工作多长时间了 我在这里工作已经有20多年了 现在我主要也负责我们的展览工作 或者我们帮助发表书 或者准备研讨会这样的工作 听海西介绍 目前澳中友好协会的工作内容 包括筹办活动 展览及研讨会 接待中国代表团等方面 其中编辑和出版关于中澳历史文化的书籍 是澳中友协最重要的工作之一 40多年来 他们累计出版了80多本书籍 涉及中国历史 法律 民俗 政治等很多领域 可以让奥地利人对中国有更多的了解 卡明斯基带我们来到了他的办公室 不大的屋子里堆满了各种书籍 我刚才一进来的时候还看到 这个桌子上有非常大的奖杯 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 中国今年 我的书可能他们还在中国看得起 所以刘远东副总理给我 觉得有个荣幸 我是第一个奥地利人得到了这个选择 也是非常高的荣誉了 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 是中国出版业面向海外的最高奖 主要授予在海外介绍中国 推广中华文化和中国出版物等方面的 外籍和华裔作家 40多年来 澳中有些出版的80多本书籍中 有50多本由卡明斯基撰写 其中嫁给中国这本书 曾被拍成电影 对于传播和推广中国文化 贡献很大 那您最早是什么时候和中国结缘的呢 我已经上大学的时候 有一个上海来的一个人 但是那个人很有学问的 他是那个男性的青龄 妇女大学毕业的 对我说了好多故事 他也在中国历史 中国文化非常了解 所以妈妈的我对中国非常感兴趣 卡明斯基说 40多年前 国际上一些敌对势力 对中国并不友好 在中澳建交之前 他就一直倡导两国建交 并多次在电台 报纸等媒体上呼吁 为了让奥地利人了解一个真实的中国 70年代 他组织了近百次 介绍中国的展览会和报告会 40多年间 卡明斯基累积来过中国80多次 但他却始终不能忘记 1971年中澳建交后 他第一次来中国式的情景 红旗区他们没有旅馆 我在他们大队的办公室水饺 大概十度 很冷 所以我带我的大衣水饺 也拜访老农民家 这些人非常好喝 他们没有多东西 但是他们给我三个大碗 因为他们喜欢粗 所以在碗里面有棉条 有粗 有为他们很珍贵的气氮 卡明斯基第一次来中国 整整待了一个月 去过广东 湖北 河南 上海 北京等几个地方 所到之处 当地人民的优好与热情 让他非常难忘 我不会忘记在佛山 在广东的佛山 因为我去参观他们的一个做民间艺术座 他们的小女人 那个地方有污水洪水 所以我下车我不知道怎么样过去 所以来一个非常老的苗条的一个老工人 小 他想背我 所以这个我觉得非常非常感动 中国人民那么友好 四十多年来 澳中友谐累积接待中国代表团和考察团近千次 促成中澳十五个省市地区建立了友好合作关系 作为中澳友谊的使者 中国授予了卡明斯基很多荣誉 在他看来 妻子是中国送给他最好的礼物 卡明斯基拥有一段美满的跨国婚姻 他得在澳中友谐的楼上 他热情地邀请我们去他家做客 作客当地人家品尝奥地利特色甜点 没有特别的甜 但是嚼着嚼着觉得有一点点这个杏仁的这种味道 而且越嚼越香 聆听跨国婚姻背后的故事 实际上这个澳中友好就是他一生的这个作品 而且是他一生的这个追求 远方的家大型系列特别节目一带一路 第三百四十集 澳中友谊远远流长 正在播出 离开澳中友好协会 我们跟随卡明斯基来到了他的家 这是中国送给我的崔珊瑰的礼品 这是我的爱人珊瑚编 你好 你好 欢迎 这是我的儿子 中国名字天佑 天佑 你好 我感觉这家里面特别好看 这是典型的奥地利家庭的这种建立风格吗 我想应该是的 因为我先生的爸爸妈妈就在这住 所以这个房子应该是他们家在这住了一百多年 我们家以前我爸爸妈妈在这的时候 老师说我们家什么东西都是一百年的历史 千万不要给弄坏了或怎么样子的 但是也有我们后来自己新买的 他不太喜欢股东 唯一一个股东他喜欢的是我 卡明斯基的妻子张宏斌来奥地利二十八年 现在在维也纳迪家旅行社工作 儿子天佑 今年二十二岁 是维也纳大学法律系的一名大学生 他们的家有两百多平方米 非常宽敞 这个房子是租的 不是我们买的 但是奥地利有一个法律规定 就是说它是老一代的人租的 这个房租几十年都不可以涨 而且那个房东也不可以让我们随便的搬出去 听张宏斌介绍 奥地利人有近百分之五十在租房 当地法律规定 像这种世代租住的老房子 原则上不能随便涨租金 但房租可以根据政府公布的通货膨胀率进行调整 卡明斯基家的装修风格 融入了很多中国的传统元素 餐桌旁的橱柜里摆放着很多中国的工艺品 可见他对中国文化的痴迷 这是兔老爷 现在在北京 好多地方你可以买兔老爷 所以这是小孩的玩具 这是一个词啦 这个我在东陵 那时候有一个小古董店 我那边看过 所以在中国的时候 你也会喜欢去逛一个古董店 对 因为我喜欢存在家里 但是好多次了 我们有产兰会 我也从我的家拿什么东西 我们产兰 所以这样我们不用当从中国来什么东西 我们可以用我们自己的 我的或者办公室的 卡明斯基说 这些宝贝都是他几十年来精心收集而来 每次来中国 他特别喜欢逛古董店和工艺品店 每件工艺品都体现了他对中国文化的热爱 卡明斯基家热情地邀请我们共进下午茶 张鸿斌特地为我们准备了一些奥地利特色美食 像这几样都是奥地利比较有特色的一些甜点吗 对 应该是的 因为奥地利有很多甜点 比如说苹果排 这个排就是意思是说 他要把这个面弄得很薄 把这个馅放进去以后给它卷起来 放在烤箱里烤的 奥地利苹果排又叫苹果卷 里面的馅料由水果 坚果和糖等食材调制而成 听张鸿斌介绍 奥地利的甜点种类特别多 坚果 水果 糖和奶制品的不同搭配 可以做出五花八门的典型 今天张鸿斌准备的是核桃和花子两种馅儿的苹果排 这种花子是当地人爱吃的一种食材 有点像黑芝麻 那刚刚我尝这个您特别推荐这个花子做的这个 对 这是花子做的 没有特别的甜 但是嚼着嚼着觉得有一点点这个杏仁的这种味道 而且越嚼越香 我觉得还挺好吃的 张鸿斌1989年来到奥地利维也纳大学留学 主攻国际关系专业 当时卡明斯基是他的专业课老师 卡明斯基经常在课下帮助张鸿斌辅导功课 在日常相处中两人擦出了爱情的火花 1991年两人步入了婚姻的殿堂 他的父母非常可爱非常友好的 第一次我进他们的门 他的爸爸说 他说可能我的女儿有好多毛病 但是我告诉你一句话 他不说谎话 所以他的父母还欢迎我 所以他们也在我们的家出国 差不多15年 他们也养我们的小孩 那个天佑的中文实际上 因为我们工作比较忙 天佑的中文实际上是跟我爸爸妈妈学的 所以他中文他应该来说 他先学的中文后学的德文 因为他出生以后 就是我爸我妈带他 虽然是在维也纳 卡明斯基和张鸿斌的儿子天佑 受家庭环境的影响 一直对中国文化非常感兴趣 特别是少林功夫 我从小时候很喜欢看那个功夫电影 很喜欢 我高中毕业完了 开始去学 就大概18岁开始 在维也纳吗 还是去中国 在维也纳开始的 是咱们维那里舞区有一个少林文化中心 对我来说 我不出汗就没练好 那每天要练多长时间 我每天大概练三个小时 哦 那还是真天下功夫 不是管练功夫 也有 比如说 第一个小时练气功 还是台气 然后其他两个小时练功夫 2016年 天佑到中国参加了 CCTV汉语小比赛 现场他表演了少林功夫 获得了才艺一等奖 这让他非常自豪 可以说我们俩的感情 应该是和这个工作 家庭和感情工作 好像是扯也扯不开 都是混在一起的 客观地想 我还是挺佩服他的这种坚持 因为他做了四十多年 卡明斯基的家庭 不仅是中澳游益的见证和结晶 更是两国交流与合作的推动者 卡明斯基说 两个国家间的深厚情谊来之不易 需要两国人民用心维系 希望中澳两国游益的种子 在孩子们心中生根发芽 事与大相传 有波涛的海绵 就有防范 防范连成片 远航不孤单 我等出院 用诗书相传 每一句都是 爱的起点 朋友之间 坦诚相见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有福同乡 有难同胆 历经了岁月 春秋冷暖 感情在眼神 像厮守一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有一条路 在呼唤 带出心 穿越万水千山 千丝万缕 静静相略 就注定了你我 相见的今天 心就不停 再旋转 世界每一秒 瞬息万遍 因为有你 就没有他像 我们同在 一个家园 家园